胡歌私自在剧组家的不是喜 而是情商 在拍摄伪装者石油厂获买戏 工作人员往宋益身上养土时 沙子一直见在脸上 导致他眼皮不受控一直抖痛 NG了十次 让人称片场暴君的李雪导演在剧组当场发火 质问他这种简单的镜头都拍不好 到底会不会演戏 其他演员默不作声地看戏 为了拯救整个剧组 胡歌从怀中掏出手帕盖在了宋益脸上 一是避免眼睛见到土耳眨眼 二是符合剧中明台对曼妮的真心 一举两得的做法终于让导演满意化解了僵局 胡歌的合理加息行为成了宋益的修名稻草 胡歌保住别人工作的事情不止一次 某次发布会上 一位李小姐上台为了送扇子 由于太过紧张 刚迈步就当众摔了一跤 胡歌见状便问道 这是一个惊喜吗 绕过离女孩更近的男主持 前去帮他把飞出去很远的扇子捡了回来 并搀扶着他胳膊说 请上台 气心询问道 没事吧 短短的机密上台路上 女孩三子弯腰鞠躬抱歉 胡歌害怕他下台后会被主观方责怪 暖心牵着他上台并帮他圆场 将摔倒说成是太冷 哆嗦大颤 将之前说成不好意思 为了让大家的焦点从女孩摔倒时间移开 主动提议与女孩合影 拍张照片吧 并没有染线出高人一等的明星姿态 在女孩下楼时 再次提醒他不要摔倒 事后有网友发文 胡歌替李怡解围的举动 让这个女孩保住了工作 李怡小姐也发文感谢胡歌的暖心举动 并配上了两人的合照 对比某位爱头 李怡小姐在他面前突然摔倒在地 目睹一切狂笑不止的幸灾乐祸 胡歌的成功从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尊正本该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现在却成了娱乐圈罕见的品德